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到我身後的海灘 是不是以為我帶大家來郊遊遊呢 錯啦 今天帶大家來平州拜神 平州這間龍武廟已經有49年的歷史 是平州最大規模的寺廟 廟內不僅設有農藏 聽說千聞也很美 用廟前的龍水洗手也可以增添民勢 所以每年都這樣用了很多善信來參拜 我就不懂拜神 免得教錯大家 我就找一個專家來教大家 走吧 第一步要怎樣做呢 先把水果放進去 剛才買了水果 橙 蘋果 最後大吉 盡量這樣放 記住大家 水果要這樣放 頭就盡量放上面 對啦 我們不會把底部向上 好 那大吉最後就放上面 放上面 好 還有糖和花生 首先倒了糖 然後花生 那就完成了 囚神保足方面 廟內已經有一套套售買 夠了方便 這份是全份白龍帽的寶粥 對 對 就一起曬曬所有東西 然後就是點香的時候 點完辣粥之後 就要入廟拜一拜 拜的同事就是許願的時候 就把大香插在主廚上面 許願之後 就把大香插在主廚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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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洲這間龍武廟最有名的可以摸龍藏 聽說摸完可以增添好運之外 還可以摸到勵士補平鑲 欣姐說只要誠心許願就可以摸到相應的例子 我就比較貪心去了三個願望 最後就抽到這一個 剛許願的時候第一句是身體健康出差順利 所以欣姐就說龍武聽了我第一個願望 提提大家 想摸龍藏的話要先向妙祝詢問 不可以隨意進入 摸完龍藏有興趣的話還可以求簽 如果我想求姻緣的話應該怎樣 要說你的名字 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的家地址 你說我想求一段真的姻緣 一邊想著這個問題 一邊叫龍武媽給你簽 等我黎太去幫你解釋 看看今年有沒有真正的姻緣 好緊張 欣姐說會出現跌幾支簽是因為不夠專心 如果看到是哪支跌出來 都上算求到 但如果看不到的話 就只可以跟龍武說聲不好意思 就重新求過 不知道是不是上上簽 好緊張 找來看看界簽 好緊張 白忍成金 遺坦說要忍耐多一點 所以今天還是不要拍拖 不然有很多爭執 我又努力工作了 我又 水八頭 這些不咬下去 不要笑 這次大家拜神 純粹是體驗一下傳統文化 並非道人迷信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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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